影史上最昂贵的原创剧本 加上本世纪最伟大的黑人影帝 这部丝毫不亚于盗梦空间的烧脑神作 却在当年由于太过超前的设定和过于复杂的结构导致争议不断 有人看完之后一头雾水 认为它存在着明显的逻辑漏洞 可也有人大呼震撼 称它为近十年来无法超越的经典 一艘满载海军的游轮刚驶出港口 就突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只是一瞬间 奔腾的蘑菇云就将游轮吞噬殆尽 船上543人直接命丧当场 灾难很快就造成了全国轰动 大批的救援人员火速赶往现场 救护车的警铃夹杂着家属们绝望的痛哭声 也让本就惨烈的码头更加的悲壮 ATF的高级探员强哥在第一时间就奔赴现场着手调查 为了确定此次灾难究竟是意外事故还是有预谋的恐怖袭击 他开始在海量的残骸碎片中寻找突破口 直到他敏锐地找到了一块带着引线的电雷管碎片 接着又在不远处的大桥底下发现了安油炸药的残留物 这让他瞬间有了答案 所以就当毫无头绪的警方还在讨论着从何下手时 强哥就已经将直接证据摆在了他们眼前 众人这才明白 这竟是一场有预谋的人为犯罪 就在他们准备根据线索深入调查室 强哥这边也回到了ATF的总部 他刚准备核查码头附近的监控录像 同事却突然递给了他一个号码 他告诉强哥 刚刚有一个陌生女人特意打电话来询问他的信息 强哥并没有在意 而是先给搭档留言 让他尽快结束休假回来帮他一起调查 随后才根据纸条上的号码回了过去 但电话另一头却无人接听 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他又突然接到了法医的电话 他们在爆炸的海域发现了一具特别的女尸 因为尸体是在爆炸前一个小时就被发现的 这让他立马又赶到了警局 通过观察 强哥发现女人身上虽然有烧伤的痕迹 但明显是死后被爆炸所过及的 重点是通过紫外线照射后 他又发现女人竟有被绑架的痕迹 这代表着凶手极有可能借着爆炸来掩盖女人死亡的真相 但前提是凶手得预测到爆炸袭击的发生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凶手策划的爆炸袭击 于是强哥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女人的家里寻找线索 在进门之前 他习惯性地戴上了手套 而在打开房门后 他才意识到或许事情并不简单 只见冰箱上有一句字母拼成的话 你可以救他的 一旁还有一条女人出售自己车子的信息 他又来到厨房 发现水池有一件带血的衣服 并且地板上也出现了血迹 他继续观察 又在电话里发现了三条留言 一条是女人父亲的 一条是闺蜜的 可到了第三条时 强哥竟听见了自己的声音 他这才意识到原来女人就是之前同事说的那个询问自己信息的人 案子愈发地扑朔迷离 强哥一时间也无从下手了 于是他重新来到了爆炸案的临时指挥部 警方此时也根据线索确定了 炸弹是从一辆家用汽车内被引爆的 强哥瞬间就想到了女人卖车的信息 案子一下子就清晰了 他推断凶手一定是在买车时绑架并杀害了女人 接着将他的尸体抛进了海里 最后再用女人的车装上炸弹炸毁了邮轮 所以当听到强哥说找到杀害女人的凶手 就带本 霍霍了爆炸案时 在场的所有人都懵逼了 可深藏公语名的强哥刚准备离开 却突然看到了搭档的车 他回过头询问警方他搭档在哪 可警方的回答让他直接愣在了原地 原来车子是从爆炸案的现场拖回来的 这代表着搭档也死在了这场爆炸之中 强哥一时之间难以接受 这时爆炸案的负责人之一 眼镜哥突然又找到了他 他是来邀请强哥加入他的调查小组的 因为他们刚好缺少像强哥这样拥有强大洞察力的人 而为了替搭档报仇 强哥答应了下来 随后眼镜哥带着他来到了一处被军方严密看守的神秘基地内 里面放置着各种高科技的仪器以及无数的屏幕 屏幕能够回看爆炸案发四天前的任意监控 但让强哥震惊的是 监控不仅能全方位的切换视角 甚至还能接收到音频讯号 眼镜哥告诉他 这是最新的数字重建技术 利用七颗卫星将整个区域的数据汇总成连续的影片 可让强哥好奇的是为什么他们不直接看爆炸当天的 眼镜哥只能继续跟他解释 因为影片和现实是同步的 但却有四天的时差 所以如果要生成爆炸当天的数据 就代表着他们还要再等四天 可这却有可能让凶手利用这段时间逃之夭夭 而他让强哥加入的目的就是因为监控无法回看 任何事物都只有一眼的观察时间 所以强哥的任务就是利用他敏锐的洞察力找到其中的可疑任务 若有所思的强哥没有继续纠结下去了 而是让他们将监控视角切换到了被害女人的家里 可看着眼前明明是第一次见到的陌生女人 强哥却总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也就在这时 正在女人家里调查的同事的电话打了过来 他调侃强哥办案太不专业了 女人的家里到处都是他的指纹 可强哥分明记得自己戴了手套的 但他也没时间多想 他得将全部注意力放在屏幕上 这时屏幕内的女人却突然发现好像有人在监视着他 强哥还以为是凶手出现了 可等到视角切换出来后却没有任何发现 这让他内心的疑问继续加重了 很快屏幕内的女人又接到了一个咨询卖车的电话 通过电话内透露出的信息 强哥马上意识到凶手出现了 又通过对电话来源的追踪 他们定位到了一个公共电话亭 但遗憾的是由于电话亭在他们生成影片的范围之外 所以他们只能通过正常的监控看到凶手的背影 这时凶手的背包吸引了强哥的注意 他当即就让他们将背包扫描下来 并与码头附近出现过的背包进行交叉比对 果不其然 一个黑色的人影出现在了监控之内 而监控显示的时间是在爆炸案发的两天之前 再结合他们影片生成的时差 这代表着再过七个小时 他们就能够确定凶手的身份了 可强哥并没有松懈下来 而是继续观看着女人的画面 为了印证内心的猜想 他突然就掏出了一支激光笔照相屏幕 红色的光点透过屏幕竟直接出现在了女人家中 然而下一秒所有画面就直接断开了 看着惊慌失措的工作人员紧急修复着设备 气愤的强哥直接发飙了 他的猜想果然没错 这并不是什么监控影像 而是真实的过去 眼看无法继续隐瞒下去了 胡子哥只能无奈地说出了真相 原来他们意外发现了一种折叠空间的方法 他能够将原本类似一个平面的空间 像纸张一样对折起来 使得原本无法相交的时空得以重叠 而他们在其中建立一个通道 也就是所谓的冲动 这样就能够看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了 可似懂非懂的强哥并不在乎这些技术问题 现在的他只想了解 屏幕内的女人究竟是活着还是死了 而在听到胡子哥回答说女人还活着 但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凶手杀死时 强哥当即就提出了他的想法 他认为既然他能够将光线传回过去 那一定也能传递其余的物品 这样就能够阻止这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了 可他们却告诉强哥 由于这个窥探时间的窗口是意外得到的 没人能确定他什么时候会关闭 这也导致他们从不敢轻易地尝试 可与无数条鲜活的生命相比 强哥并不在意这些 在他的坚持下 他们决定先用一张纸条进行实验 眼镜哥在纸条上写下爆炸案的事情 和具体发生的事件 准备传给过去的强哥 这时 另一名女研究员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他认为如果这种方式真的可惜 那他们改变历史的同时 也会造成另一个平行世界的出现 这样就有很大的可能造成现有世界的毁灭 可这次却是眼镜哥最先做出了决定 他直接让工作人员将纸条放进了机器内 等找到强哥后 他们立马就开始了传输 只是一瞬间 机器就将整个城市的电力消耗殆尽 但让众人惊喜的是纸条竟真的传回了过去 可强哥却意识到意外还是出现了 因为过去的他并没有发现纸条 反而是被他的搭档看到了 这让他瞬间就意识到了不对劲 果不其然 搭档根据纸条上的线索立马就朝着码头赶去 众人这边也根据时间推断终于确定了凶手的样貌 可就在凶手刚上车时 搭档也从一旁冲了出来 他还想让凶手下车接触掉他 可谁曾想凶手直接就从车里开枪将他当场击毙了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沉默了 强哥更是悲痛欲绝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搭档会莫名的死在了爆炸案之中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眼看着搭档的尸体被凶手拖上了车 并且即将脱离监控范围了 强哥想要做些什么 所以在得知他们还有一个可以不受范围约束 可以单独捕捉影像的目镜气候 他二话没说直接带着机器就追了出去 当他带上机器后 机器里出现的是四天前的影像画面 而他另一只眼看到的却是当前的现实世界 这种混淆的视觉体验让他很不适应 但此时的他也管不了那么多 在实打实地体验了一把马路杀手的经历后 最终他还是成功追上了凶手 沿着凶手的痕迹 他走进了一座破旧的庭院 他又看到这里竟有量被烧毁的救护车 他继续朝着内部探索 最终看到了搭档被焚烧所留下的痕迹 在收拾好内心的痛苦后 强哥立马就将情况汇报给了警方 警方也很快通过线索成功抓住了凶手 在审问的过程中 强哥了解到凶手制造袭击的动机 竟是为了证明自己 原因是他之前申请加入海军时被拒绝了 而他杀害女人 也只是因为强哥搭档的突然出现 导致他警惕地想要换一辆新的车子而已 整个案子到这里就彻底地告破了 可强哥的内心却依旧煎熬 因为根据过去影像与现实的同步行 他知道再过12个小时 女人才会被凶手所杀害 心情复杂的他再度走进了女人的家 直到看到冰箱上 你可以救他的字样后 他终于明白这句话的由来了 当他重新回到基地时 见到的是早已等待多时的胡子哥 胡子哥知道他依旧没放弃 去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 而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机器 将自己传输回过去 尽管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但意识到强哥心意已觉得 他并没有阻止 当一切准备就绪后 胡子哥直接就启动了机器 又经历了一场熟悉的大断电 浑身抽搐的强哥 就已经成功地来到了 两天前的医院内 医生第一时间对他展开了急救 这才成功让他活了下来 清醒过后的 他直接征用了同事的枪和车子 然而就在他朝着凶手的老巢赶去时 此时的凶手也已经将女人绑了过来 他刚准备将女人解决 强哥就直接开着救护车冲了进来 见状 凶手毫不犹豫地吊走了枪 幸好子弹只命中了强哥的肩膀 接着凶手又接连树枪将整个屋子一放 但他并没有看到的是 在连锁爆炸的同一时间 强哥就已经提前带着女人冲了出来 等到凶手去车离开后 强哥解开了女人的头套 在看到他警惕却充满生机的眼神时 强哥意识到他真的改变了历史 随后 女人先带着他回家处理伤口 而进门的第一件事 他就先用冰箱上的字母 拼成了他看到的那句话 他这才意识到 这句话并不是留给女人的 而是提醒未来的自己改变这一切 他也终于明白了遍布满屋的指纹 以及那些血迹和带血的衣服是从何而来的 然而看着他对自己的家里如此熟悉 女人瞬间就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他质问强哥究竟是谁 而为了打消女人的疑虑 强哥让他拨通ETF的电话验证自己的身份 听完女人对强哥样貌的描述后 同时确定了强哥的身份 并将女人的电话记在了纸条上 至此 时间在这一刻完美地形成了闭环 可看着这既定发生的一切 强哥突然就意识到原来他什么都没有改变 他只是在重现历史而已 于是他改变了原本的想法 决定带着女人一起赶往码头 等看到放置好炸弹的凶手准备离开时 强哥让女人等邮轮启动的第一时间就去报警 而他则独自前去拆除炸弹 但命运的齿轮仍在自我修复着 刚坐上车的凶手 一抬头就突然发现自己原本准备的车子 竟莫名来到了码头 他这才意识到强哥两人并没有被炸死 这让他立马转身重新放回了邮轮 一旁等待的女人刚好看到了这一幕 为了提醒强哥 他不顾危险赶在最后一刻也跳了上去 不久后 邮轮在欢声笑语中扬帆起航了 只是下一秒 剧烈的枪声就打破了这几秒 重新登船的凶手开始大开杀戒 而等强哥悄悄来到车边上市 就看到女人再度被凶手绑上了车 他赶紧让女人启动车辆以吸引凶手的注意 接着他在假借投降的名秘 利用之前审问凶手时对他动机的了解 成功让凶手有了一瞬间的失神 眼看他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车子的正前面 车内的女人毫不犹豫地猛踩油门 直接将凶手卡在了两辆车的中间 一旁的强哥则顺势扣下扳机将其击毙 可危机并没有解除 距离炸弹引爆的时间只剩下最后的两分钟了 而他们却被闻讯赶来的警察团团包围 无可奈何之下 强哥也只能让女人强行将车开进了海 在炸弹即将引爆之前 他才将女人成功推出了车外 可他自己也因此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所以就在女人浮上水面的同一时间 炸弹的倒计是结束了 最终 强哥成功阻止了灾难的发生 他以生命的代价改变了既定发生的历史 当其余人都处于劫后余生的庆幸之中时 唯有女人悲伤地坐在一旁 可当他在意抬头时 却看到了另一个完好无损的强哥 这一刻 时间的闭环被他彻底地打破了